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就是如此 想好了对策 东华献了真身 出现在白凤九面前 白凤九看得愣住了 见到本帝君 你很害怕和厌恶吧 才没有 见到你才不会害怕和厌恶 白凤九无助的模样 令东华有些不忍 他故作冷漠地瞪了他一眼 白凤九 当年你杀了本帝君 就该要想到 有朝一日本帝君复活了 会不留余力地对付你 你能复活 要报复我 又如何 时至今日 你还要用同样的戏码来欺骗本帝君 你未免太幼稚太可笑了 是啊 你早已不信我了 我又何必多言 这样你就放弃了 怎么 委屈你了吗 本帝君如今和你说话 你都这么敷衍了 所以你要怎么想吧 你若是来杀我的 就动手吧 这儿没有人会过来 你杀了我再离开 应该不难吧 说吧 白凤九闭上了眼睛 东华却也红了眼眶 你不是问如何才能原谅你吗 我另外再给你一个机会 跟我回开成功 做我的努力 有生有世听我拆钱 你可答应 若是这样能减少你心里的痛苦 好 我答应你 既是如此 那就跟我走 如今也顾不得什么好不好看了 东华抓着白凤九的手 十凳地数出去了 既没有画了白衣的结界 也带走了白凤九 请客间二人便出了青秋后山 东华带着白凤九一路遇见风驰电车 目光索及已经能看见太成功的先门 白凤九已经太久没有回来过这里了 他一时间也有些紧张 此刻已经是深夜 东华带着白凤九回来 谁也没有发现 从今往后 你便是本帝君的仆人 生生世世 我要你做什么你都必须服从 东华见白凤九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很是不满 这算什么 怎么 要和他单独相处 令他这般痛苦吗 睁开眼睛 白凤九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 东华搬起了他的下巴 逼他看着自己 很痛苦是吗 本帝君就是要让你痛苦 从今日起 你必须时时刻刻看着本帝君 痛苦也好为难也罢 你都得忍着 痛苦吗 没有吧 这样哪里会痛苦 真正的痛苦 是他消失了的那五百年的日日夜夜而已 东华隔空取误弄了张床到自己的寝宫 与自己的床相隔很近 从今往后你就睡在这儿 随时听从本帝君差遣 身上脏死了 去洗澡 白凤九这般你来顺受 他该开心才对的 可是他却没有丝毫地享受 只觉得心里无比烦闷 过去的白凤九古灵精怪又爱笑 哪里是如今这般模样 面前的这个人 除了长相 还有哪里像是过去的那个白凤九 白凤九洗完澡发现自己没有衣服可以换 他尴尬地将脏衣服穿在了身上 只是那衣服方才湿了些 裹在身上皱巴巴的实在难受 这么晚了 东华应该已经睡了吧 想到这儿 白凤九便没有穿外衫 裹着内衬出来找公鹅的衣衫替缓 只是 他刚一出来 就对上了东华的脸 东华手上还拿着干净的衣衫 是女装 那就是给他的吧 白凤九慌张地从东华手中拿过了衣衫 低着头不敢看他 白凤九漏慌而逃 只是却脚下一滑摔了一跤 东华眼急手快将他牢牢接住抱在了华里 二人就这样紧紧抱在一起 僵持了许久后 东华才冷淡地开口打断 白姑娘这些做得真是足 只是这牺牲是否太大了一些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我倒是不知道 白姑娘会说这种委屈的话 真是令人搞不懂 过去的东华懂 白凤九哭着跑去换衣服了 东华也愣住了 他把他惹哭了吗 他不是那个意思的 白凤九在出来的时候 东华已经去他上躺着了 他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这样也好 免得面对彼此 只是白凤九刚吹灭了蜡烛 东华就睁开了眼睛 这些日子白凤九都没有睡过觉 所以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东华见他呼吸已经平稳 起床走到了他床边 这么多年过去了 白凤九睡觉还是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老实 这被子又被他给踢开了 东华轻轻给他盖好了被子 外面风刮过不停 声音吵得白凤九皱紧了眉头 东华一挥手 将风给隔绝了 他抓起了白凤九的一只手 向他输送修为 这汉血症难治 需要很长的周期 不过如今他已经来了太成功 他可以慢慢帮他治 每日一点点 过个一年半载的 也能好了 东华做完了一切 想要俯身亲吻一下白凤九 可是就在看见他脸的那一瞬间 理智战胜了情感 他冷漠地转过身回到了床上 次日 东华醒来许久了 白凤九也没有醒来 想来这些日子他确实是累坏了 门外 公鹅端着温水过来敲门 帝君 你已经起来了吗 今天你们不用管 都退下 是 帝君 东华又看了两本书 白凤九才明明呼呼醒来 东华冷淡地瞥了他一眼 本帝君倒是不知道 青秋的公鹅能这般懒散 主人都已经起床了 仆人还在睡觉 对不起 我前些日子太累了 明日起不会了 过来给本帝君棍发 东华坐在了铜镜前 白凤九穿上席袜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碰上了他的头 他已经五百年没有碰到过东华了 此刻只是碰了碰他的头发 他都觉得无比激动 不竖头吗 叔 你 你喜欢用哪一把梳子 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触及头皮的时候软一些 这种硬一点 你随意把 白凤九的手有些颤抖 他甚至于竖个头发 都怕弄疼了东华 你在做什么 对不起 我没有准备好 东华不满地把白凤九拽倒了怀里 白凤九紧张地看着他 白凤九 本帝君警告你 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我没有 没有最好 若是让本帝君发现你图谋不轨 后果自负 东华说着最狠的话 可是却做着最软的事 偷偷为他治病 带他脱离苦海 一次次起了杀心 又连一根头发也舍不得碰他的 这不都是他无可奈何的软弱吗 白凤九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却也是他的软肋 他便是在冷漠在狠心 也还是不忍对他下手 说好了头发 东华冷淡地看了一眼白凤九 柜子里的东西都是给你用的 天凉了多穿点 别感冒了死在我太成功 东华说完话就出去了 这一去 竟去了一整日 白凤九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不敢问 晚上 夜深人静之时 东华推门进来了 白凤九假装睡着背对着他 却殊不知东华根本没出门 只是暗中躲了起来 想要看看他会不会逃走 又在看见他没有逃走 而是乖乖洗澡睡觉的那一刻 心中有一丝窃喜 东华扔了一盘子糖炒栗子在桌上 扑鼻的香味惹的白凤九怎么也睡不着 他本来想调整一下姿势 可是床却发出了声音 白凤九紧张的捂住了头 睡不着还要装睡 不累吗 才没有想要装睡 我只是怕你不想要看见我而已 说什么 大点声 没听见 没什么 我再自言自语 既然醒了 就把那糖炒栗子吃了 免得浪费 这是给我买的 别人给的 扔了浪费 这糖炒栗子 是东华连夜去人街市集上买的 是白凤九从前最爱吃的那家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